一般的房子都像左邊那樣子 像左邊這個凸出來 它有鎖釘凸出來的 左邊這個是平的 它那邊還有用木板做花樣 所以在這邊是很難得的 因為這邊不是屬於那種大官家 就是宿舍而已 所以一般它不會去做造型 這個不但有做造型 它上面的那個軌頭瓦 有特別的漂亮 這種軌頭瓦在我們社區裡面是最漂亮的 它非常的講究 然後它的線量什麼都很匀 那背後的那個固定器是一種像 有時陶瓷燒的 好像我們水瓶那樣 一個彎這樣子做的很精緻 蠻可惜的 這些瓦家要不要留 也不知道會留到哪裡去 也不見得會幫我們留 有了瓦沒有房子也感覺不出來原來的那種氣質 這條巷子 我叫它做桃花巷 也到這裡唯一的一顆桃花 叫這個巷子 現在花已經卸了 那再來可能會長桃子 桃樹是這一顆 然後後面那裡又有一 它是桃樹是屬於桃花是粉紅色 淡淡的粉紅色 那後面那一顆叫什麼 有人知道嗎 哈囉 紅的那個 九重的 對九重的 也有年紀的比較健忘 前面是粉紅的 後面是燕紅的 所以那個 放在一起 都有人看過 這條巷子到底怎麼了 怎麼漂亮成這個樣子 第一個印象就是這樣 它又非常的小窄 你們看 大概那個寬度 大概只有一米半到兩米 就在這邊的小巷子 這小巷子 小時候我叫什麼 叫它叫矮人巷 你看它的屋子多低啊 這麼低 不是這間而已 是整排房子都這麼低 所以你要看他們的門 所以每個人進去 大概你不用啦 其他都要低頭 我們在我後面看 會看到 档樹 你看這裡真的 如果你都在某某花園看 這是單單層的花 那只有花 顯不出他那種加上人文的美麗 那這個地方你看 它的花瓣是落在人家的屋頂上 啊 到底是 到底是豪宅還是豪宅還是這種是豪宅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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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掖它牆的力量蓋出來 소부 當初一定是這樣 因為是木作、小っぱ 它是木作 這這邊也是一個某樹 然後就在那邊 那這樣咧 現在我們 看裡面有三庫 我們就在那邊 這邊有扣這張的 這邊有扣扣一下